聽到這段熟悉的B節目 你們的腦海中是不是突然出現了一個帶著陰間滅間的詭異鄉村 那裏的村民走私人在半夜聽了恐怖的叫聲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是隔壁家的獵魚半夜在拍打畫糞池井蓋的聲音 沒錯 這段今年的B節目可以上是被眾多懸疑探比節目用爛了的簡型代表 是不少人難以忘記的童年陰影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這段B節目其實是出自一款上世紀的恐怖遊戲 那就是1998年由史科威爾推出的《寄生前映》 而說起寄生前映 不少老玩家肯定又會露出一個既很有愛的表情 不是因爲這個遊戲有多垃圾 正好相反 《寄生前映》是一款相當優秀的遊戲 然而《寄生前映》一共推出了三部作品 第一部橫空出世 用其幽冷的劇情和製作征服了眾多玩家 第二部突生變故 可被暴跌卻靠著一段C級動畫給玩家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第三部讓粉絲等待了足足11年 卻又只是一部謎語人外傳作品 可以說是完美的玩弄了系列粉絲的期待 直到如今《寄生前映》這一IP 已經在玩家們的記憶中慢慢消散 要無音訊 所以《寄生前映》到底講了個什麼故事 三部曲之間又發生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寄生前映》 《寄生前映》第一部 其實還是一個頗具幻想色彩的遊戲 它改編至同名小說 講述了一個人類細胞內的現立體覺醒自我意識 試圖獨立出來反抗人類的故事 剛聽到這段話是不是有點迷惑 沒事的放心 我也很迷惑 故事發生在1997年的紐約式聖誕節前一 我們的女主是一位叫做阿雅的紐約警察 在一名追求者的邀請下 她赴約觀看了今晚舉行的一場歌劇表演 然而接下來的遭遇卻改變了她的人生 甚至改變了整個世界 在演出中 一名扮演魔女的演員 既然真的施展出了魔法 在她悲創的歌聲中 舞台上下的觀眾和演員們竟然憑空自然了起來 一時間居然變成了火海 場面猶如地獄將近一般 作為恐怖遊戲的開場 寄生前夜的這段C級動畫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史克威爾的最高水平 由眾槌一般震懾住了當時看熱鬧的玩家 等到魔女悲創的歌聲結束時 整個居然竟只剩下了阿雅和同伴兩人幸存 緊接著便是警察阿雅發揮作用的時候 她拔出配槍衝上舞台與魔女對峙 卻發現對方竟然漂浮在空中 口中更像是個謎語人一樣 而就在玩家和阿雅都來不及思考的時候 遊戲則進入了第一場戰鬥 阿雅對戰魔女 至於這個戰鬥方式 也是本作的一大亮點 本作雖然是回合制 但繼承了來自最終幻想的ATB戰鬥模式 也就是讓角色的行動基於行動條來進行 而更厲害的是 本作首創的在行動條獨條的過程中 玩家可以自由行動躲避怪物攻擊 而行動條滿時可以在行動條來進行 而行動條滿時可以在行動條 在時間禁止的情況下選擇如何攻擊的機制 這一創取不僅極大的增加在戰鬥的自由度 更是讓這款回合制遊戲有了即時戰鬥的爽快感 影響了之後的一眾RPG遊戲 再回到遊戲 眼看兩人的戰鬥部分勝負 於是魔女便向阿雅解釋了起來 按照魔女的說法 原來他們兩人擁有一樣的力量 那就是限離體的力量 而阿雅的限離體還有待覺醒 她會給阿雅時間 說把就逃離了劇院 留下阿雅和身為玩家的我一臉懵逼 好傢伙 你一人都開始學生物了 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學習啊 而與此同時 城市裡的動物們卻開始了一變 一隻老鼠一樣的生物在女主面前 硬生生的計劃成了怪物 我們又一次見識到了史克威爾 如同炫技一般的動畫CG 極其系列的演出製造出了一種完全不同於生化危機的恐怖感 而更離譜的是 變身之後的耗子怪物竟然還能用尾巴發射火球 可以說是完全不理會達爾文的感受 好在遊戲初期的雜病毫無殺傷力 阿雅兩槍就幹掉了怪物 一路懵逼的走出劇院 在同時丹里爾的物理幫助下 阿雅逃離了記者的糾纏 回到了紐約的警察局 在警察的調查中 阿雅得知了這位魔女演員 除了曾經參加過器官移植手術必須要經常吃藥外 並沒有什麼意義啊 唯一的線索就是他口中所謂的線理體覺醒 於是阿雅便和同時丹里爾一起前往博物館 拜訪專門研究線理體的克拉姆博士 博士一開始還非常不耐煩 但在看到了阿雅之後 態度卻發生了細微的變化 他開始講述了一套自己的線理體優越學說 大體就是說 人體內的線理體其實是寄生在細胞裏的獨立個體 他們不僅有一套自己的遺傳基因 並且進化速度還是人類的十倍 如果他們有一天覺醒的自我意識 將會是一個比人類更強大的種族 聽到了這些懸而懸之的話 阿雅和丹里爾紛紛表示 我讀書掃機不要騙我 但是克拉姆博士口中 線理體可以釋放能量點燃人體這點 還是竊合了魔女的行為 讓阿雅開始思考這些學術的真假 然而就在他們回到警局的後一秒 他們收到的魔女今晚可能前往中興公園 舉行演唱會的消息 文言丹里爾瞬間臉色鐵青 原來他的妻子和兒子正打算出席自稱演唱會 於是阿雅和丹里爾連忙驅逐趕往中興公園 一頓飄移帶甩尾 他們終於趕到了中興公園的舞台 然而此時魔女已經開始了他的表演 舞台上的魔女自稱衣衛 口中宣揚著什麼線理體已經擺脫了束縛 什麼線理體將代替細胞核統治這個世界雲雲 然後他就當著女主的面又一次唱起了歌 接下來的畫面相當下凡 請準備好外賣後觀看 就在魔女的線理體力量影響下 台下的觀眾竟然開始原地融化 不到三分鐘就融化成了一鍋果凍龍塌 然後還像擁有了自我意識一樣 順著舞台就溜了溜了 哇靠 這什麼神奇展開 而魔女依衛也完全不理會女主 跟著果凍轉身就跑 女主只好一路尾聲 哎呀一路穿越過了迷宮一般的公園小路 打敗了各種動物變成了怪物和公園門口的大BOSS 九頭秋影 然後在公園的出口處 他驚訝的發現魔女依衛此時正在這裏等著他 還安排了一輛馬車一副要和好談判的意思 主角當然並不相信依衛的鬼話 但還是登上了馬車想看看他能玩出什麼新花樣 然後 然後依衛竟然點燃了他的馬 馬車瞬間惡靈騎士附身 直接就衝了出去 而依衛也露出了他的真實意圖 看似談判 實則審問 他質問女主明明也覺醒的線理體 為何卻要幫助人類 女主則回答道 那當然是因為我是人類 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女主和依衛在馬車上來回走位 大戰的三百回合都不分勝負 直到旁邊的馬都實在看不下去了 媽的你們倒是開心了 我他媽還燒著呢 說完馬就一聲都好 一個甩尾就把馬車甩了出去 旋轉三周半撞到了路邊的欄杆上 這才結束了戰鬥 女主順勢暈了過去 而依衛則再一次逃走 阿雅這邊沒了陰性 紐約市的市民們卻坐不住了 再一次發生悲劇引起人們巨大的恐慌 紐約警察只好疏散了紐約市中心曼哈頓 然而在這個時候 卻有一個人偷偷溜進了曼哈頓 救起了陷入昏迷的女主 阿雅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竟然躺在陌生男子的房間 而魔女則不知去向 頓時一臉迷惑 在她的追問下難以小哥 這才說出來歷 她自稱潛田 是一名研究線理體的科學家 是聽說這裡發生的自然事件才中日本趕來的 原來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 遠在日本就已經有了類似線理體暴走事件 有一位科學家為了復活自己出了車禍的妻子 通過培養妻子的幹細胞和自己的精細胞結合 試圖培養出由線理體主導的究極的生命體 雖然最後實驗失敗了 但現在伊瓦想做的事情顯然與那位科學家相同 就是為了重現當年的實驗 再次創造出屬於線理體的究極生命體 聽了潛田的話 阿雅顯然更迷惑了 但此刻知道了異味的目的 也就有了應對的方法 於是她重新振作了起來 同丹尼爾和潛田一起返回了警局 然而讓他們沒想到的是 伊瓦竟然偷襲了警局 一時間恐怖的便衣怪物在樓道中橫洗 為數不多留守的警察也死傷慘重 阿雅見莊聯盟加入的戰局 開始清剿警局中的怪物 最後終於在樓頂打敗了便衣層 地獄三頭犬的警犬Boss 一舉清掃了警局的線理體怪物 然而這時 潛田卻突然說出一個 讓所有人都緊張起來的話 這次喜劇可能只是伊瓦的聲東激西 為了培養新生命 她此時應該正在醫院裡奪取冷酷裡的人類精細吧 於是阿雅不得不再次出發前往醫院 遊戲此時也進入了最緊張的部分 不僅場景又是斷電又是鬼 十分陰間 出現的怪物也一個個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鬼東西變的 然而當阿雅來到存放精細胞的冷酷房間時 卻發現自己還是來晚了一步 這裡早已經一片狼藉 存放細胞的冰箱就這麼敞開著 裡面空無一物啊 各種文件就這麼閃在地上 卻在這時一份文件卻吸引了阿雅的注意 這竟然是一份手術記錄 原來在阿雅還小的時候發生過一場車禍 雖然阿雅活了下來 但阿雅的母親和姐姐瑪雅都在那場車禍中上身 而這份手術記錄記載的 竟然是女主的姐姐曾經在腎臟移植給了那個扮演魔女的演員 也就是如今的伊偉 而一旁的醫院冷酷上寫的名字 則更讓人驚訝 克拉姆博士 這裡的人類精細胞竟然是克拉姆博士培養的 喂這個克拉姆博士究竟想幹嘛 顯然此時我們並不能得到答案 阿雅只能追尋著伊偉的痕跡來到醫院天台 再次與伊偉對峙 面對女主三番五次地打擾 伊偉根本不想多聊 她聲稱自己絕對不會像日本那個限力體生命一樣 以失敗告終 這次她一定會孕育出究極的限力體生命 徹底地取代人類 所把伊偉就放出了自己的限力體力量 直接吹火了美軍派來偵查的兩架戰機 然後便轉身離開 而阿雅為了躲避戰機墜毀的殘海 也從逃生通道掉下逃出了醫院 在醫院的逃生電梯上來了個緊急剎車 阿雅再次與前田丹尼爾會合 三人討論一番明白了必須要在究極生命體誕生前找到伊偉 於是三人開始在城中搜尋 在找遍了城裏的倉庫和唐人街 打敗了數個長得非常東西的BOSS後 終於女主在城市的下水道中發現了被溶解的人們組成了果凍型生物 於是阿雅靈機一動 對著水渣一番操作 把關在下水道裏的果凍型生物放回了城市 並一路尾碎她 最終阿雅驚訝地發現她又一次回到了博物館 還在這裡發現了克朗姆博士的身影 這下只要不是傻子都應該知道 這個克朗姆博士肯定有問題 於是阿雅三人直接來到博物館的研究室 在這裡堵住了克朗姆博士 從他們口中得知了一切的真相 原來這些年克朗姆一直生存著 線理體是一種比人類計劃更完全的高級生物 於是她一心想要創造出完全由線理體主導的究極生命體 而早在阿雅和姐姐瑪雅發生車禍時 克朗姆就發現了隱藏在姐姐瑪雅體內的線理體生命伊偉 為了獲得更好的宿主 她主導了兩場器官移植手術 將瑪雅的肝臟細胞移植給了魔女演員 從而進化成了線理的新伊偉 而瑪雅的眼角魔則移植給了天生弱勢的阿雅 這讓阿雅體內的線理體也有了自己的力量 但與伊偉不同的是 阿雅體內的線理體並沒有反抗細胞核 而是反過來增強了阿雅的細胞 繼續維持著線理體與人類的共生關係 而克朗姆通過研究日本的那次實驗 發現了之所以那個究極生命體會崩潔 是因為最後的孕育階段 來自人類精細胞中的線理體竟然被判了 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這樣的失敗 克朗姆博士花費數年培養了一種不含人類線理體的精細胞 並將他交給了伊偉 好傢伙 我看不懂這操作 但我大受震撼 而就在阿雅得知真相的同時 伊偉卻已經進入了臨場階段 就在伊偉的召喚聲中 從下水到感人的果凍型生物 竟然變成了一個巨人的模樣 他一邊將伊偉保護在自己的體內 一邊無視了女主的小手槍威脅 開始向城市進發 一路橫衝直撞走向最終的生產地 而人類的熱武器在這個巨人面前 猶如蒼蠅一般不堪一劫 在線理體的恐怖地點下瞬間化為了廢墟 一路追趕上來的女主 此時還沒有錯 自己的親姐姐就是最初的伊偉 這個驚人的事實中劃過來 而眼前的狀況就已經由不得他多想 遊戲也終於進入了最終的BOSS戰 在得知女主是唯一一個能免疫一位攻擊的人時 美國海軍將阿亞三人帶到了曼哈頓外海的航母上 並計劃了一次近乎自殺式的喜劫 由普通士兵開路 駕駛直升機編隊 將阿亞送到巨人的身邊 再由阿亞發動最後的攻擊 為了渲染臨戰的緊張氣氛 此刻威爾不惜專門製作了一段直升機編隊穿越城市的CG動畫 而隨著直升機的視角 我們也終於看到了依靠在自由女神像旁的巨大限力提升物 毫無意外 除了阿亞 其他人駕駛的直升機在靠近巨人時紛紛化為了火球 只剩下阿亞成為了最後的希望 在得知了隊友既然用自己的犧牲換掉她的攻擊機會時 阿亞帶著痛苦與怒火按下了導彈的發射鍵 限力提果凍在導彈的爆炸聲中勢散開來 巨人連帶著自由女神像一起轟然倒塌 整座小島都化為了廢墟 耳機上裡則傳遞了身在航母上的夥伴們的歡呼 眾人都以為伊薇已經被幹掉了 然而此刻的阿亞卻完全沒有放鬆的樣子 同為限力提覺醒生物的她與伊薇有一種莫名的聯繫 她的意思才告訴自己這還不是結束 果不其來果凍巨人的廢墟之中一味緩慢浮現而出 此時的她已經失去了人形 變成了一個徹底的怪物微笑看著阿亞 而阿亞也毫不猶豫地背負著降落上跳出了直升機 在紙面對面的阿亞與伊薇 背後卻各自代表著人類與限定體的兩個陣營 一切都是為了生存 當一方想要凌駕於另一方式 那麼必然會有一方走向滅亡 話說在這裏 阿亞與伊薇開始了最終決戰 這必然是一場慘烈的戰鬥 但是我們都知道戰鬥的結果肯定是以人類的勝利告終 在阿亞的注視下 伊薇慢慢的溶解走向了滅亡 屬於限力提的革命好像是結束了 阿亞也終於鬆了一口氣 但是遊戲到這裏真的就結束了嗎 阿亞再次回到了航母 吃得了人們熱烈的迎接 所有人都澄清在久違的和平氣氛中 難得的喘上一口氣 然而就在這時 九級的限力提生命卻已經巧人登場 原來他早已經孵化了出來 僅僅是一身硬兒的庫體體上附近的速射戰軍當場爆炸化為火海 而他自己則是以驚人的速度計劃著 看著此景的前天直呼不妙 九級生命體的單身幾乎可以和人類滅亡化等號 此時只能先行徹底再做打算 但也許是因為限力提之間的互相感應 剛剛但是還沒有智慧的九級生命體竟然直接找上了阿亞 不得已阿亞又一次對上了人類之底 但是阿亞沒想到的是這次和面對依偎是不一樣的 人類的武器對九級生命體竟然毫無作用 不僅不能造成傷害甚至還會加速它的進化 轉眼之間九級生命體就從幼年期進化才能完全體 我靠!下一集數碼寶貝沒你我不看! 總之在怪物花裡胡哨的攻擊下 阿亞一時陷入了苦戰 乘坐直升機在天上觀戰的丹麗兒和前天 也明顯感受到了阿亞的劣勢 就在這時戲劇性的螢幕發生了 前天突然拿出了一根鋼材像交給阿亞 但是卻沒能給出去的彈架 告訴丹麗兒這裡面是裝有阿亞限立體的子彈 如果能交給阿亞或許就能對抗這個究極限立體生物 見到這些丹麗兒直呼你不早說 然後他就做出了一個大膽舉動 也就有了接下來這段神來之彼的C級動畫 得到了丹麗兒猶如天神下凡般的資源 阿亞的攻擊居然奏效了 在限立體的針對攻擊下 究極生命體頓時元氣的大傷 進入了冰死的狀態 然而光靠這些想殺死他還是不夠 必須要找到更具有破壞力的東西 於是遊戲進入了最後的追逐戰 此時玩家需要控制阿亞一邊逃離究極生命體 一邊進入傳艙之中尋找破敵的方法 耳邊不斷加速的BGM配合和身後 步步緊逼的怪物 這一小段的演出 無疑給了當時的玩家 前手未有的緊張感 在找到戰艦的引擎後 我們需要將引擎抄平到過載的狀態 然後在怪物追上之前逃離戰艦 最後隨著戰艦的炸毀 究極生命體也終於迎來在他的終結 寄生前夜第一步的故事到這裡也就結束了 一切的危機解除 阿亞三人面對著破曉的海面 聽著前天說著破局哲理的話 就如同線力提示人類的寄生寵 人類又何嘗不是地球的寄生寵 如果人類繼續毫無節制的索取 總有一天地球也會像清楚細菌一樣 將人類從地球上消滅的 作為史科威爾是水的第一部恐怖遊戲 寄生前夜毫無疑問的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依靠精良的設計動畫 優秀的玩法設計和震撼人心的科幻劇情 寄生前夜在當時的玩家們心中留下的深刻的影響 遊戲中關於線力提的科幻設定 和細節中隱藏的諸多哲學思考 即使放到今天也不算落伍 當然一代童年女神阿亞的旅程也並非到此結束 不管是二字幕的彩蛋劇情 還是在結尾的動畫中 阿亞通過線力提控制整個巨人觀眾眼睛變紅的場景 都預示著關於線力提的故事還將繼續 而這就是寄生前夜二和三的故事了 正如我所說寄生前夜二和三並沒有討好心裡的粉絲 但不妨礙他們依舊是經典的佳作 甚至還創造了阿亞洗澡這樣的名場景 當然你們懂的 如果你們還想看的話 請麻煩關注收藏一介三連表示支持一下 我會繼續帶你們看寄生前夜後面的故事